我是東華大學物理系的曾賢等 然後呢 這位是綜藝大學的高層教授 然後綠竹關校的洪偉清老師 好 老師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場喔 這個兩個題目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不一樣的題目的規則 在大家的首層B企業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決定A隊跟B隊 這個A隊B隊一個A隊要先報告 好 那請兩隊呢 先還有一個代表來猜拳一下 看誰要先報告 你的人決定 B隊好 看你們先報告 好啦 因為我們 通常 開始前後有兩分鐘給大家準備 所以我們在三分鐘之後開始 A隊是會盪的那一頓嗎 對 快被盪光了 飛盪是四盪 一顆是四盪 一顆是四盪 掉飛盪 後面那兩個小老主也是對名 對啊 原文字 這都不用唸了 對啊 那好 賽 可以 可以 大家準備一下時間同時 不快的提醒一下大家等一下的流程 A隊報告十分鐘 接下來呢 B隊有B隊報告十分鐘 好 然後中間呢 會有兩分鐘準備提問 接下來是B隊先向A隊提問 然後再來是A隊向B隊提問 這個提問時間呢 兩分鐘時間是很簡短提問 那接下來呢 會有兩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互相討論的時間有四分鐘 那這四分鐘呢 會先由這個B隊向A隊提問 OK 然後接下來的四分鐘才是B隊向A隊提問 那最後呢 三分鐘準備時間 再來就是各有兩分鐘 準備自己的這個報告的總結 OK 來 那我們兩分鐘之後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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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時間 該還要設定 我們提問時間 我們提問時間 我們提問時間跟記憶 是很重點 好 提問真的有QD 就好 所以我們就是要想辦法 好 今天要報告的是什麼 等一下兩位的同學在開始之前 這個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 報告之前嗎 對 自己報告之前 那個儀隊這邊就自己報告之前再介紹一下 現在可以先介紹 好是這一組的報告者來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的 單育成學學 今天是單一 好 那我們請這位先來介紹一下 我還好 我叫鄭玉坤 私大物理系 異年級 好 謝謝 我是伍玉坚 然後一樣 自國立大學伍玉坤 我剛剛的同學 叫魏魯 那我也是 志泰大學的 衛理系也是大學的 這樣我們接下來已經對介紹了 我們都是中心大學物理系一年級的 然後我是今天要報告的地方儀 然後是我們組長出版 然後是其他組員 就是李楊玉坤 然後是這樣子 對 你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黑隊請先報告 還有計時可不可以的 來看一下 謝謝 各位同學 同學同學大家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就是胎口派爾 好 這是我們的大綱 來分為問題 然後直接設計 變數 然後結果跟結論 然後這是我們的胎口派爾的問題 就是非顆粒 非粘性的顆粒物質 可以被造成為一個沙堆 就是追形狀的沙堆 然後我們要去探討它的形成 還有 與地面的夾角 然後這是我們的育食念 我們就只是先觀察一下 那就是拿一個杯子倒沙 看看他們的結果 就是我們觀察到高度 太高的話 它的形狀會有點 就是它的形狀會包下去 太高到的話 它的範圍會很大 然後再來是它的形成過程 假如說我地板上有紅點 然後我往那邊倒的話 它會一開始先整一的散開 之後慢慢的形成 累積成一個沙堆 就是先就像這樣 它一開始倒的時候 它會往外面四處探射 留下這邊空的軌跡 空了軌跡 空了地區的區域 然後之後慢慢的往中心 累積成一個沙堆 然後再來是漏斗 我們發現漏斗如果太小 我們所選的顆粒 漏斗太小的話是倒不下去 然後這是我們的理想模型 首先 我們先我們假設 這個最形狀的沙堆 它是 不管在哪裡看 它的角度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往這邊看 或是往這邊看 或是往這邊看 你看到的夾角 地面夾角都是會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剛剛的那個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 後來的那個假設 這個是我們實驗設置 你可以看到 漏斗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塞子 之後再來是 後面的三角架 然後再來是 夾子 然後它補成的魚缸 魚缸裡面可能 就是會有一個 我們的電音就是我們的 有沒有放吸震物質 然後這 紅色這三點就是我們放攝影機的位置 然後去拍攝它的角度 那我們的方法呢 就是剛剛的紅色這個區塊 設置三個 三個手機或是照相機 我們是用手機 然後拍下整個肉沙的過程 之後從沙子開始倒到結束 我們把整張影片分為十等分 就是把它變成 就是幀數分為十格 然後每一等分去量它它的角度 那角度怎麼量呢 就是我們是用 Tracker的校正感去量 然後就是量 這是我們那個 後面的那個三角 那個固定殺肉的那個 漏斗的那個架子 我們因為為了要那個 為了要 它影響到後面這邊的角 所以我們兩側的角度是 以這個桿子為走這邊的角度 跟正面的這兩個角 以及側面的這一個角度 四個然後去平均 然後之後就是我們的示範 這是我們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變音 第一個是沙子顆粒的大小 這是一個是用0.88mm 一個是用3.05毫米 一個是用5.38毫米 這是平均力計 再來是第二個變音是我們的 這個魚缸的大小 第三個變音是我們的 那個漏斗的大小 漏斗的口徑大小 口徑分別是 就是5毫米 一個是21.6毫米 一個是9.35毫米 這是小的 這是中的 這是大的 然後再來是 看看是否添加了那個 吸陣物質 會對我們殺肉質 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這是我們的結果 我們會分為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殺力大小 第二個是 容器大小 第三個是漏斗大小 第四個是我們是否添加 吸陣物質 但是我們做了幾個 我們做了有3乘2乘3乘2的 有3的6種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 可以當個對照組的東西 所以我們去對 我們去 就是由實驗 實驗的觀察結果 我們找到一個對照組 就是小顆粒 大容器 小漏斗合計 跟有加吸陣物質 繼續相互相 第一個 第一個殺力大小 有我們一開始 預實驗的 預實驗的觀測結果 發現漏斗的大小 會限制住顆粒大小 所以我們不曉得 我們只能採用最大的 最大的漏斗 去進行做實驗 然後去變異至我們的 殺力大小 然後 我們這次我們的那個 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結果就是 它是比較平的 小殺力的 小殺力 大容器 大漏斗 有吸陣物質的時候 它是比較平的 之後慢慢的會變成 越來越圓滑 然後我們這張圖去解釋來說 就是 嗯 它影響到 然後這個是 顆粒大小 影響到會是 會是一開始 從0度到第一針的時候 會去衝的特別快 這是小的 這是中的 這是大的 那它應該會 行程速率會比較快 然後之後慢慢去進一個平穩狀態 然後這個平穩狀態 它有那個 就是 它 我們假設的不是所謂的安息角 而是 它在一個動態平衡的時候 它會一個角度之後 慢慢累積累積 又崩塌 又形成 又形成一個安息角 然後都在慢慢累積 又崩塌 現在一個角 安息角 所以它整個過程是動態平衡的 所以它會是這種 這種類似這種波動曲線 但是它區域會區域一個定值 再來是我們的容器大小 是使用小沙粒 然後這次變一隻容器 再來是小漏斗 再來是有吸陣物質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基本上它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點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現在定義的時候 是還沒有形成沙粒之前 我們把它定位 定義為0度 所以我們就會 這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它兩個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它的那個 小容器的形成的 的那個 形成沙粒都特別滿 第三個是我們的 肉斗大小 看到中的 中的肉斗 它會上 就從0度開始 上升的特別快 慢慢去向平穩 然後是 再來是大的 再來是小的 然後 我們有這個可以發現 就是肉大小 中的沙粒它應該是 上升開始這一塊 所以我們可能會找 應該我們的假設是 可能會找在 可能找到一個 小 最大 最小沙粒跟最大沙粒之間有一個 可以讓使它形成速率最快的 一個沙粒 就是 是中沙粒或是這一塊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個 肉的那個形狀 基本上 越大沙粒的話 它屈心越平穩 然後再來是有 增加吸震物質 我們有增加 本來有吸震物質的時候 它也是一樣 從0度跳到這個角度 慢慢去這樣平穩 但是沒有吸震物質之後 它會應該從0度開始慢慢的 後來才會慢慢的這樣平穩 然後再來是 然後沒有吸震物質的時候 它的那個形狀也是比較平穩 好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就是 就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顆粒的時候 它的 它也是比較小顆粒的時候 它的那個速率 形成那個 形成速率最快 再來是 但是 因為我們要用那個 比較大的那個肉本 所以它的 喔 這邊寫錯了 是比較大的顆粒 它的那個曲線 沙粒曲線會比較平穩 對不對 不是比較平穩 第一個是比較圓滑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的那個 容器大小沒有影響 再來是 它的口徑 它的口徑影響是 對中落斗而言 它的這個形成速率最快 然後 比較大的落斗而言 它的那個 那個曲線會比較平 再來是 增加了那個吸震物質 會對整個 整個那個 行程的過程有 極大影響 再來是我們的那個 抽分 那個 複差分析 第一個是石器 第二個是 那個 相機視差 第三個是 那個 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因為它不是全等 然後第三個是 我們 我們未來的規劃是 要做更多次 然後 找出那個 SIP 那個SIP 那個 的那個 的關係 再來是用 VPython去模擬 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 參考資料 還要結束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VPython去模擬 好 那時間無夠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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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是李芳宇,然後我們報告有聽不出音障 好,我們的問題是,當我們都是要沙漏在涼的時候 然後它的狀態會改變,然後我們要去調查 還有解釋這個現象 好,然後這是我們的實驗裝置 我們用了我們的磅秤,我們不是用一般的電子磅秤 我們用的是我們的高解析、立感測器 然後下面過來是我們的沙漏裝置 我們將漏斗接被壓克力管 然後用擋片擋住我們沙 好,然後這是我們實驗影片 好,然後我們實驗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知道我們的漏斗轉徑 我們的漏斗轉徑是0.84公分 然後我們每秒的流量是9,大概是9克 然後我們的沙漏,我們都是讓它從 我們的廣告只有17,5公分 讓它從它的高度落下 然後我們去記錄它重量的變化 這是我們記錄它流量的數據 好,然後這是我們觀察到的結果 我們剛剛9克的流量我們觀察出幾張圖是它的重量變化 我們將所有的沙漏系統整個掛在我們的利感測器上面 然後我們把它歸零之後 因此我們只讀去它的重量變化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重量會減輕,然後會有一個急速的上升 然後會回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而最後結束之前就會上升 然後我們就是要分 我們將這三段分別 歸類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然後我們要去討論這三個階段 然後剛剛那個是流量9克的時候 因此那個流量很少 而我們後來有做了一個大流量的變化 然後我們發現它們兩個的差別 在它急速上升之後 然後大流量會有一個震盪的現象 然後我們去分析這個原因 我們要找出是哪裡的震盪 於是我們將我們的 我們在我們的利感測器下面掛重物 然後我們一開始先 我們先掛了把碼之後 簡單把碼之後我們發現 遺棄並沒有震盪的部分 因此我們把系統整個掛上去 而我們發現震盪的部分是因為系統 因為我們上面是用繩子 直接把整個系統掛在我們的利感測器上面 所以當它大流量一開始流下來之後 它所產生的充力也會比較大 因此可能整個系統過重 會讓它產生震盪 所以我們的震盪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這就是我們分析出來 就是是因為系統震盪的部分 然後我們還分別做了不同的流量 我們發現在一開始減輕的部分 最大流量一開始減輕的會最多 然後它所後來所產的 後來重量所增加的部分也會越高 在它結束之前也會越高 然後我們也做了不同高度 我們發現我們將沙子跟底部 高度差越高的時候 然後它一開始減輕 以及最後增加重量也會越多 於是我們推斷應該是跟 應該是跟我們的流量以及高度有關 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分析我們的每一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 沙子在減輕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在檔片打開的過程 然後沙子留下來到底部之前 這段沙子我們是沒有實際量測到它的重量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它基本上已經離開系統 就是沒有 我們系統並沒有量測到它的重量 於是我們的高度 它落下來的時間 在那段時間內的變化 在那段時間內留下來的沙子重 就是我們實際上缺少的沙子重量 而我們將沙子重量用我們的流量去計算 就是流量乘以後的時間 就是這裡減輕的 我們的N就是正向力 正向力是放乘實際量測到度數 我們一開始減輕的 就是我們在空中的那段沙子重量 然後我們將第一個階段放大家看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要下降 但實際上它的 它實際上在 落到這地點之前 它先有一個下降 然後我們就發現是 我們重複觀看了我們的影片 以及我們看了paper 然後我們發現應該是檔片在落下的過程 因為我們是燒斷繩子 然後它落下的過程中 那段微小的時間內 並沒有量測到檔片的重量 因此它消失了 然後我們實際去做了這個實驗 我們實際去量測 然後發現檔片確實會在一開始減輕 但是最後會回到平衡 因此在後來的影響就沒有那麼大 只有在一開始的時候的影響 好 然後這是第一階段後來 它跳上去的部分 它重量度數的增加 是因為空氣中的這段沙子 它落下具有出處嘛 而它打到底部的時候 它會反彈 因此它的動量變化就會增 它的動量變化 比它實際上空氣中減少的那一段沙子的重量 還要來得比較 所以我們量度數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彈跳的部分 是由於它的 呃 是由於它衝力所造成的 因此我們在高度比較高的時候 它落下的墨數會比較大 所以它產生的衝力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高度比較高的地方 我們可以觀測到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增加重量量 好 就是第二階段它穩定的部分 在上面已經堆一堆了一層沙子之後 它的反彈高度 它如果沙子落下來 它的反彈高度已經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它所產生的重量會隨之減少 但是仍然具有一個非常微小的速度 是它反彈的 於是我們將我們的 亂稱實際量測到的值算出來之後 大約就是差在 它在空氣中那段 那些沙子的重量微小之後 就是差在它些許的那些反彈 才是我們實際量測到的 因此雖然它中間是穩定的定值 但是它仍然比0還要再高一點點 是我們量測到微小的量 好 然後這是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呢 是我們的漏斗離開 離開的沙子已經全部落下來 回到底部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的棒秤就可以量到 原本系統的重量 就是原本減少那段沙子 又會重新被量測到那些重量 所以最後它的重量就會增加 然後又回到我們本來的平衡狀態 就是整個系統的重量 而它增加那一段 除了是它 就是有它本身微小的重量 以及它中間就是缺少 中間沒被量測到的 然後這是我們歸納出的 所有就是影響它的原因 在第一階段 一開始落下的第一個風阻 是由於檔片減輕重量所造成 而後來這裡最低點才是實際上 我們流量減輕的部分 然後沖下去 再加深蹈到最有一點 是沙子達到底部所產生的沖力 而中間平穩的部分 是中間的空氣中的沙子 跟底部所產生的沖力大約等於 但是沖力仍然還是大於沙子的重量 所以仍然會稍微的大於沖力 但是仍然是平穩的 然後最後空中的沙子落下 就是增加了我們原本沒有量測到 這份檢測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將我們的假設 跟我們的實驗結果去做比對 綠色是我們用Python寫出來的 然後最後我們發現它減輕跟 後面增加的重量是跟我們模擬的混合 好,這是結構的結果 在第一階段減輕就是因為它空子 它空氣中的沙子重量 是有空氣中的沙子重量決定 因此高度的口徑會是它影響最多的原因 好,第二階段是它平穩 就是它打到底部的沖力 跟空氣中的沙子平衡的結果 好,然後第三階段上升 是因為空氣中的雷能沙子最後落下 然後被信仰好測到 好,這是我們參考資料 好,謝謝 好,接下來呢兩隊有兩分鐘準備 我們現在先有20秒下 這隊平衡 您現在先有20秒下 那你們是有10秒 也不少 有10秒 那你現在有10秒 沒有10秒 那你會有10秒 您要先有10秒 之後在一遍 就不會有10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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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梓 杨栋梓 杨栋梓 杨栋梓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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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梓梓梓梓 杨栋梓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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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小漏斗是2分鐘 然後中的漏斗是大概30秒左右 就是它流量是一樣的 就是同樣的漏斗流量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小的不同的漏斗 它的漏下來時間不一樣 所以... 所以它的漏斗流量對時間的變化 對,我們那個不是時間 我們那個是幀數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們的inf是殺量 就是10分之1 幀數的時候 它的殺量是 就是10%殺量 28%殺量 但是我們是用幀數去分析 那我們要問的是 你確定最少的漏斗 它的流量是最少嗎 它的流量 流量是最... 不是,我們是同等重量的殺字 然後去倒下去的 然後它的... 我這個A軸是... A軸是幀數 就是... 不管4秒還是1分鐘 還是2分鐘 我都把它寫成10等分 所以我們每個... 每一等分的殺量 我們每一等分的殺量是怎麼樣 好,那... 呃... 你們有理論 還是你們有什麼想法 可以去講 為什麼你們的那個 會堆得比較挺 或是堆得比較痛啊 就是有任何更理論的解釋去歸納 是什麼原因造成它會平坦 還是比較... 好... 呃... 因為... 為什麼我們... 我們這個殺... 因為殺粒 我們定義殺粒的時候 因為受到我們的漏斗關係 所以... 我們那個平的跟那個... 基本上大部分就是... 第一個是殺... 砂子的顆粒影響跟... 那個漏斗影響 當漏斗... 因為我們這是用大漏斗 大家都說大漏斗比較大的時候 它整個... 整個下去... 它的那個... 就是最... 最後最末點的那個... 充量比較大 所以... 本來是這樣的時候 它因為充量... 充量的關係 就會讓它變平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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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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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子比較大的話 它的抗擊的那個能力會比較大 就是... 所以是... 充量影響它上面比較平坦 嗯 那... 那... 砂子的摩擦力你有考慮嗎? 砂子的... 砂子的摩擦力... 沒有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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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你是... 你說... 你是說... 哪裡砂子? 你是說砂子跟砂子之間? 還是... 砂子跟砂子之間? 砂子跟砂子之間? 沒有砂子跟砂子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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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只做實驗然後回它 好... 那... 可以再給我們看一下其他... 呃... 沒有... 你有種吸收衝擊的 那個... 吸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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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這個 就是... 它是一個類似泡棉的東西 它會很明顯的 就是... 衝擊力整個不一樣 一個是衝擊到玻璃地板 一個是衝擊到整個吸陣地板 那你確定那個下線不會影響它的高度嗎? 還是它上面的平台? 下線的... 對... 它打到上面就應該會影響 吸陣到... 來... 接下來我們有三分鐘期啊 會... 做... 自己的總結嗎? 是... 是整個... 是... 這是所有人 這是所有人 在家裡 是嗎 是嗎 才是... 好 有力的... 好... 不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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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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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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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